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布青壮年民众对长期照顾的看法与调查 并公开照顾者之身的议题影片 现场也邀请到伊甸居服员与担任社工母女党到场分享 与公益大使比利携手关注长期照顾家庭的处境 不堪照顾长年生命的父亲 男子狠心是父 警方赶到现场 但人不知 嫌犯被问到为什么杀爸爸 他只回应社会被割 近年来照顾崩溃事件屡屡登上新闻版面 显见长期照顾压力非同小可 伊甸基金会举办老人照顾服务计划记者会 邀请因演出戏剧《妈别闹了》 再度登上一幕的艺人比利 担任公益大使 号召社会大众关注长照家庭的处境 永老同行坐回来 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老人照顾服务计划 做每一个需要的家庭最坚实的后盾 我觉得现在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子女她一定也有工作 除非她没有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她会来照顾你 但是平常我们也不要 假如是长期 你也不希望去影响她的工作 对 因为我觉得那是不公平的 你一直在照顾你 然后她变成说她的事业怎么办 然后她照顾你她其实也很辛苦 所以我会觉得假如能够说 有一些朋友年纪大了 大家可以住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是太好了 所以也可以互相照顾 最重要就是要健健康康 对 我觉得大家年纪大了 每天绝对不要闷在家里 就说坐在那边不动 像我其实是一个很懒的人 我不太动 但是我就会告诉自己说 我们不要人家照顾我们 我们就是每天一定要想办法出去 走一走 散步 家里周边 公园 看看人 然后这样走一走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种种花草啊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开心一点 然后阳光一点 动一下 每天伸展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我们心情很多帮助 因为年纪大了 现场也邀请到伊甸居服员 同时也是长期照顾者的念词 与担任社工的女儿秦星 到场分享自身照顾经验 以及如何寻求社会支持 之前是在工厂上班 然后车程又远 大家都已经六点多 有时候塞车都已经六七点了 其实妈妈是一个人在家的 其实你虽然在工作当中 有时候也会担心 都要一个人在家里面看电视 会让她老化很多 而且是我就觉得她也是很孤单的 在家里的人 所以后来就是感觉上 秦星我的女儿 她是做那个社工 然后她因为在我长期看我照顾妈妈 然后情绪也不是那么的好 因为有压力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也在教会里面 然后服侍一个身脏的朋友 是 然后推轮女 然后女儿看我体力还可以 你的力量还可以推轮女还蛮安全的 她又介绍我说 你要不要去受个训练 是属于居家服务的服务员的训练 那我说好吧 那我就去搜寻看看 然后搜寻完了之后 就一个机缘就可以 因为刚好我们公司工厂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就经历比较困难 就收起来 那我就考上了执照 然后就就是想说 医典基金会站站下有个机会 西武北居家有个机会 就我就去面试 面试上 所以后来有这个机缘 那在训练的当中 其实我也照顾到我先生 我先生是因为鸡翅开刀 然后受伤开刀 然后我就去医院 用我去受训的这个尝试 去服务我先生 那我们社工人员的角色 就是去看 我们的家庭大夫的现代 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服务 有什么适合他的资源 我们连接给他 那我们也会就是定期的追踪 关心 那如果像是有一些家庭暴力 或自杀这些等等 有可能会引发家庭悲剧的 这些高风险 我们都会特别的去关注 那我们其实具体的 除了这样子个别化的服务之外 我们也会办一些年备的团体 或是课程 去教导一些新手的照顾者 他们不知道怎么照顾 对疾病不了解 或者是对于 就是一些辅助啊 或资源这些 一些没有碰过照顾 真的就不会知道的资讯 我们去告诉他 对 那办理团体 就是也是像邀请我妈妈 这样子的家庭照顾者 他们一群人 然后对彼此是更了解 彼此平常都在做些什么 他们一定就知道 然后可以同理大家 对对对 那成为一个彼此支持的力量 对 那我们其实也会希望呼吁 就是社区的民众 更认识 我们家庭照顾者的需要 那我们也会办选合的活动 然后我们请照顾者 就是寻回 然后手冲咖啡给大家喝 对 就是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家庭照顾者的需要 跟他们的故事 这样子 其实藏道服务是很好用的 可以帮忙到家里来 你可以有人帮忙你照顾 但为什么这个家庭 或是这个照顾者没有使用呢 我们去深入的了解 那个原因之后 发现其实不一定是照顾者 本人不想用 可能是他的亲戚手足 所以他有一些想 就是觉得说 照顾本身就应该是你的责任 怎么可以交给外人 那或者甚至是有些长辈 他们的观念 就觉得外人到家里来不太好 因为没有用过服务 所以不知道 对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了这些原因之后 我们慢慢让照顾 照顾者知道说 其实照顾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其实是整个家庭 然后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都需要一起来承担 那我们就是政府 有这么多的资源 那我们伊甸基金会也承接 这么多的承担的服务 那就是希望可以帮助者 可以在面对照顾这个工作 有一个很好的挑事 那他们不会因为照顾 而失去自己的工作 或失去自己的人生 记者会中 伊甸基金会也公布一份 针对18到45岁青壮年 对长期照顾的看法调查 我们的青壮人 对于长到一的看法 有七成的人认为 应该由此以来负责照顾长辈 但是另外一个数据看到 我们的长辈 其实在对于自己老的时候 只有一成七选择 此以来负责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 社会现象就是 很多的长辈 尤其现在少子化了之后 很多的长辈 知道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儿 他的未来的一个家里 可能在经济 可能在社员上面 也有很多的压力 所以他也会觉得说 如果完全依爱质疑 对他们而不是造成质疑感和负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老人家有可能会越来越无聊 好 越来越 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老人家在社区里面的生活 有可能会越来越没有办 所以我们期待借由医院基金会整个服务过程当中 我们从社区 我们从日间照顾 我们从居家服务 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传习 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关心长辈 了解长辈 正式长辈的需求 今年刚好是1.40年 我们也期待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伊甸会基金会 在整个服务过程当中 我们过去总和上 从身心障碍到老人造物体系里面 我们可以串延时的照顾 我们期待更多的资源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社会朋友们 能够关心 能够支持伊甸会基金会 面对超高龄社会的到来 伊甸基金会邀请社会大众一起 永老同行 用一杯咖啡 倾听照顾者的烦恼 分享长照的重要 让服务不间断 让爱永不止息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主办的2022斗赠去虎师派对 11月12日13号 在台湾戏曲中心热闹登场 以弄师五虎为核心 邀请全台27组镇头勇猛出镇 加上采接慧眼市集 邀请民众一同来欣赏 台湾传统文化之美 施政界长青树台北大龙洞金师团 和施头界爱马仕自立悬安金师团 在台上威武出镇精彩出击 在施政与战鼓的火花中 为民众驱邪厨艺祈愿平安 今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 2022斗赠去师虎派对 将在11月12号13号在士林登场 汇集全台施政虎镇起剧演出 威风开爬 谢谢文化部跟序举中心邀请 让我们这样师徒有机会参加 很久没有 很久没有出 我们有资历有25年没出 都是我们师徒管他们在出 我们有25年没有出施政 对 请问你最传统的方式是 让人家看到一个比较传统的部分 我们是从湖南乡村来镇压台湾兵变的 那个士兵留下来 在我们老师府留下来当护院 然后教了我们大洪洞七十专的师兄 然后我们最在这时候 就是我们真的师徒没有耳朵 因为 以前的老师说 老人家坐 老人家坐 所以我们师兄弟 曾经发现 真的是气象 所以我们的 庄里的齐啊 就把 狮子的耳朵割下来 从此我们这只狮子就没有了耳朵 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十点开始 我们就会有户外的会议 然后十点半 我们呢 会有采接的活动 这次的采接的范围又比去年更广 而且呢 在区长跟三大公的这个协力之下 我们呢 已经都规划比较大的这个采接的活动 让台北市民们能够更看到 这个镇头一镇 因为一镇在南部常看到 但是在北部比较少 我们也希望 把各种的文化都能够在各个地方展现出来 然后我们从早上十点 十点半采接 一点半会有点睛祈福的仪式 就会在大表演厅 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 届时呢 会有呢 可以看到不同的 这个镇头的表演 不同的艺政文化的多元化 请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也跟北异大呢 做充分的合作 那再过来就是 我们会一直演到什么呢 当天会一直演到六点晚上六点五十分 十八点五十分 你看就是在晚上七点 大概会晚上七点左右 这里你看大家这么长的时间 大家呢 希望呢 所有的朋友们呢 尤其是台北的朋友们 都能够带着你们的孩子 或者是呢 孩子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看 然后喜爱摄影的人来看 把这个台湾最美的艺政拍出来 给世界的人看 除了去年是一天 对不对 叫好叫做之外 我们今年加码 在十三号 我们跟台湾呢 这个农师艺政联谊会 就是nonon会长 讲陈会长可能比较少人知道 要讲nonon会长比较多人知道 他们呢 接续在礼拜天 也就是十三号的时候 从早上十一点 到下午十六点 那个呢 也是做呢 户外的大会演 那时候呢 会由nonon跟许孝顺呢 亲自主持 届时27主 十虎镇头 各路豪兽与祥瑞神兽 穿梭在街头 充满台卫十足的嘉宁华 以失灵为核心 包括户外会演 采接派对 市集等活动 让更多民众认识枕头之美 第一次的亮点第一团的话 是外谷的义虎团 然后义虎团 我们看到五老虎 那他有一个很丰富 他的一个发展脉拖 我想也是让我们眼睛一亮 这个五年有五老虎 那主要也跟大家分享 那明年兔年会是怎么样 明年一起来拭目以待 所以老虎本身跟狮子 虎师虎师 我想是 他的社会里面很重要的 两个吉祥的祥瑞 因为今年疫情才刚解封 不然的话未来有机会 因为日本有很多五老虎 日本在整个东北 在仙台 严守 这个是有自己的专业之一 大概有三百团的五老虎 这个如果以后有机会来台湾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棒的 老虎跟狮子怎么样来 做一个很好的串联 我们发现在南部南台湾的高雄的凤山的五角 他有一团这个叫浙龙神宫的塞兵 各位好朋友发现右边这张图就会看到有人穿老虎装 老虎跟狮子是怎么一回事 请这个十一月十二号拭目以待 他是第一次离开凤山 第一次到台北 我想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将近有百年的老师团 这个是很棒的 下一页 接下来等一下会看到的表演 台北都会 这个都市化越来越快速 那不过台北其实保留了很多好的老传统 包括等一下会登场来表演的 我们把它称为台北老塞座 台北最老的师团的大龙统金师正 他跟早期的先民的一个肯拓 跟历史事件有很大的关系 等一下二哥 李世泽团长会带领团队来做一个 这个怎么说 前期的一个表演 那更整套的部分 我们就期待在11月12号 这个台北大龙统金师正是台北市所登陆的文化资产 再回到前面那一章 那下面我们看到自立悬安金师团 各位朋友会发现左边有一个特色非常大的一个石头 他们的记忆是新北市保存的文化资产 用手工做石头 而且做得让你看不出来 这个石头的记忆用了哪些技法 因为用了太多技术了 包括纸的技术 这个金工的技术 包括这个我想 我们在北意大这种学院教艺术 我们看了之后我们都觉得惊叹不已 所以这一次他们不只会带石头 而且他们也会有整套的表演 再等一下也会登场 好 再来的话不只有台北 所以我们也认为台湾的市政应该要整个用台湾来看 所以这个这一次国庆 很重要的一个亮点的西南辽的金师正 台南的鸿头师 中部地区在北港 西罗等等的这个区域很强的这个市政 那这两团也都是文化资产 文化资产 特别是台南跟云林的保存 包括这个大家想到八港 八港的山座 八港山座很重要的武镇的这个老徒师 会整套的上来台北 这个整套的不是只有一只狮子而已 好下一页 好 除了这个以外 我想台湾文化最多元 多元是我们的一个价值 所以很棒的这个客家师 新竹所登陆的文化资产 穹林的客家师 还包括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很重要的13号的省师 不过12号我们也找了一团 这一团 跟我们13号 这个诺哥领军的这个 议政协会同样都是很优秀的 台湾省师的代表 国际干军师王的这个吕师傅 也会是这一次12号的早上的开场 我想由这个世界冠军来做开场 像两天的活动会非常的顺利 好 除了这个以外 我想我们在经常讲说 传统文化要做一个世代的交替 跟世代的一个弘扬 这我们找了试团 在台湾 南北各地包括台北 我们找了这个台北市的东部国校 那是台湾师 那我们也找了 我想跟我的所属学校 北一大同样在培育年轻的一个艺术专家的这个戏曲学院 他们会以最精彩的这个北京师来做表演 那刑事的部分找了桃源三角国小的小朋友 也是这几年这个国小的一个这个刑事表演里面经常得到冠军的冠军队 最后一团我想也是想大家可以秉息着期待的 来自于云林的偏乡的夏伦国小 这个学校听说学生只有二十几位 那不过他们的这个龙凤诗 这个这几年都是中华杯的冠军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看 这个偏乡的小朋友怎么样透过医政 这样台湾的文化可以永续的传承 因为我感觉小孩很想看人类 只要这个有听到人在打斋鼓 还是讲斋鼓 小孩就走出去看 不管是台湾类 香港类类 这个其实很多 很多大家会觉得 这是我们台湾很多传统 我们台湾固有的这个朗塞这个文化 那我觉得希望透过这个我们演艺的身份 或是透过大家喜爱这个文化的人 那我们把它努力的把它传承 甚至有一点点创新 然后把它这个推广出去这样子 镇头艺术是台湾在地的传统艺术 今年举办第二年 持续发扬镇头欢庆祈福 娱乐人生的精神 永续文化新传 2022都市区 不是派对战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 武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申申 首场大型造势活动 虽然与世不断 但大批的支持者仍然到场支持力挺 让黄申申相当感动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与清明党副主席张周雄也到场站台力挺黄申申 画面中是武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申申的首场造势活动 虽然当天与世不断 但大批支持者无畏风雨 以行动力挺黄申申 让她相当感动 黄申申也再次肯托台北市民 11月26号用智慧选出一个有智慧 有能力有想法的台北市长 我是黄申申 我来自基层 基层会痛 我就会痛 所以 去年我每天都去剥皮疗 我每天都去晚华 我每天都跟台北市民站在一起 我每天都去菜市场跟大家站在一起 对不对 对 这个城市不需要说空话的人 这个城市需要行动的人 这个城市需要一点一滴实践理想的人 这个城市需要解决问题的人 以前 大人告诉我们 要努力用功 才能够得到成就 黄申申的存在 证明了这件事情 可是 蓝绿的两党 他们只要操作 颜色 只要操作气宝 他们就可以取得选票 他可以继续愚弄人民 所以台北市民站出来 用我们的智慧告诉他们 你们是会被人民淘汰的 对 今天的风雨很大 我也不想说再多 我知道你们为了珊珊 全部都淋湿了 全身都淋湿 我们很担心今天很多长辈会回去会感冒 拜托大家 我只希望 我们在11月26号 用我们的智慧 选出一个 适任 有能力 有魄力 有魄力 有经验 有想法 有未来的台北市长 珊珊希望大家投这一票 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你们自己好不好 好 是为了下一代好不好 好 为了下一代 站出来投票 我们要翻转台北 我们要翻转他们那些假消息 假民调好不好 好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做的民调 我们至少作恶忘义 而且都在误差范围内 继续下去 我们就会抽到地名 好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与清明党副主席张昭雄 也到场站台力挺黄珊珊 柯文哲强调 黄珊珊是一位 有行动能力的首长 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 黄珊珊是一个 有行动能力的首长 我还记得去年5月 当疫情爆发的时候 犯法已经相当危险了 当时中央还不肯 进行社区的普筛 我下令说 我们必须在剥皮寮 设立第一个社区快赛站 黄珊珊只用了6个小时 就在剥皮寮 把这个快赛站设立 当时如果万华没有守住 台北就完了 台北失守 整个台湾一定沦陷 所以 她的行动能力 证明了 她是一个 好的市长立军 黄珊珊是一个有沟通能力的首长 大家都知道 瘫痪 特别是流动瘫痪一直是一个问题 但是她就是有办法 跟这些瘫痪沟通 而且提出了瘫痪精进计划 不管是设备 环境 食安等等 她都可以在法规跟市民的需求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处理瘫痪问题 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问题 但是她还是做到的 最后 非常感谢大家在雨中 淋这么久 但是 你们回去还有三件事要做 拉票 雇票 跟投票 固然 民主政治还是一人一票 所以拜托大家亲朋好友 要去说服他们 所以要去拉票 然后呢 这段时间你要顾票 不要被人家拉走 最重要的 10月26日你要去投票 刚才讲的 我们不可能一天改变这个国家 但更不能期望 你什么事都不做 这国家会改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最后还是要拜托三件事情 拉票 顾票 投票 黄珊珊 动算 黄珊 动算 黄珊 动算 造势现场支持者高喊 动算 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 也全员到齐 轮番上台助讲 还有水源二三齐的住户 也上台 来特别感谢黄珊珊 担任副市长时的大力协助 让当地的都更圆满定案 因为有你们 所以珊珊 一定要胜选 而且 我们一定会胜选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HOME PLUS 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真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豐富奖励 那你来拿 想请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真剑简章 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台北市今年已经迈入超高龄的社会 为了要推展世代共荣 老幼共学的理念 市政府教育局在南港成德国小的 南港勒林学习中心 成立全国第一所代监学习基地 结合社区资源与学校课程 让长辈与孩子们有互相学习的机会 让长辈健康老化 请接盘 台北市代监学习基地正式启动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与市政府教育局局长曾灿金 及多位贵宾 在成德国小的南港勒林学习中心 共同为全国第一所代监学习基地接牌 台监学习基地将推动老幼共学课程 让祖孙之间透过彼此学习 营造生活乐趣 也让长辈们透过多元学习 能达到健康老化的目的 现场特别安排社区长辈 教导小朋友包水饺 传承长辈的好手艺 市长柯文哲与教育局局长曾灿金 也一起动手包水饺 体验老幼共学的乐趣 因为孙子要吃 所以我们做的都是一口奖 最后一个 一口奖 我这样讲就泄露机密 就是说 人家说 你怎么会跟岳父岳母都搬到我家来住 这为什么 因为去外面雇佣人还有钱 哇这一下就讲出真正的理由 所以岳父岳母 这也是人之常情 我发现特别是我们的 替女儿做大家比较不会抱怨 替媳妇做就会血血量 所以我说我就发现 所以结论是跟岳父岳母住最安全的 照顾品质也不会太差 也不会抱怨 也不会什么 所以我们的小孩子都是岳父岳母养大的 等一下就要泄露国家境 那 这也是实情 因为双亲家庭大家都上班很忙 闹办法 所以我发现照顾孙子儿女 已经变成这种阿公阿嬷的责任 当然 当中是在家庭的现况 拿到学校来 所以祖孙共学 在我们一上任就开始在推 祖孙共学 我相信这个将来 我们现在有个很大的计划 叫EOD计划 因为台北是236个学校 70%的校舍在未来15到20年要改建 因为这个 教育局已经有资料给我们看过 就是说因为当年 民国57年、14、9年国民武教育 所以那一下学校要干很多 到现在为止都满50年了 所以本来就要泰化 所以现在在想说 如果假设从现在开始 所以后来为了这个 我们特别在副秘处长 找一个副秘处长 专门负责这个业务 未来大概15到20年 台北市70%的校舍要改建 在改建过程当中 你知道如何把这种 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里面解决掉 所以将来这种祖孙共学 这种 我们叫代监学习 将来变成一个主流 就是说 如果在一个学校范围内 有幼稚园 也有社区大学的热灵学堂 有没有办法让这两组人去在里面一起活动 这个就要涉及教材要怎么做 私事要怎么做 基地要怎么做 因为这样 你要做这种课程 空间也要特别设计 这有什么好处 我会发现 你长者跟小朋友玩 也比较年轻 你每天回家老人看老人都不曉得看什么 你现在八十枚招那五枚就算 我说课程设计是这样 我有看过那个小朋友 吃奶嘴 吃奶嘴 那在罚手机 所以这个叫 叫罚世代 什么世代 什么世代 罚手机的世代 我真的有看过 他在吃奶嘴 大概差两岁 我看两岁了 已经在罚手机 哇 所以是这样 能不能让小朋友来教 我们的长者阿公阿嬷 山西产品 倒过来 像今天摆出来 这个 那这长者总是有东西可以教小朋友 叫他们煮菜 这个就有趣的互动学习 所以大概我们这个代监学习 不然是从乐龄学堂到代监学习 这个大概是 也是时代潮流 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要开始准备 师资 教材 还有这个空间的设计 大概就是一个重要责任 我想我们这个超高粮的社会 已经确实来临了 那我们在社区大学 是for 5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来学习 那乐龄学堂有一些部分是for 65岁以上 那我们现在成立第一所代监学习 强调是祖孙共学老少共学 也就是说长者他很多的修罗彩 甚至很多的文化的习德 包括本土语言的教导 然后他人生的经验 人生的哲学 怎么成功做人主事 其实可以教导给孙子 那孙子呢 他们是数位原住民 他们在山西方面有很强的素养 可以透过这些他们的素养 来教我们这个阿公阿嬷 比如说怎么用LINE 怎么用FB 怎么样跟社群做对话 也让我们长者能够跟上时代 能够来善用智信科技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平台 让我们这个老少祖孙来共学 来震惊彼此之间的这一个和谐共融的学习 那我们未来呢 我们希望会在每一个行政区 推一到两手的代价学习 希望让我们的社会 能够朝共学分享的这个方向来努力 等一下这里稳定 我们也欢迎现场的来宾 一起跟着我们律动一下 最后一次啊 双脚往下 马步下蹲 来往上 很好 最后一次啊 大声一点点 我来听一下是谁的声音比较大 好 好像是 和阿爸的声音比较大声 小朋友不能说 加油 很好 社区长辈和小朋友也一起进行太极有氧运动 让现场的气氛相当欢乐 市长柯文哲说 台北市今年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 台北市率先全国成立代仙学习基地 透过研发各种代仙学习方案 促进不同年龄层间的互相学习与理解 达成世代融合的目标 教育局也指出 未来全市各行政区将陆续成立代仙学习基地 让长辈们透过活到老 学到老 迈向健康老化的精彩人生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国境开放 台北市官城局今年辅导两处景点 与13家旅宿业者加入穆斯林友善景点计划 期盼吸引穆斯林旅客 来台北感受便利的观光生活体验 来到101参观逛街或是用餐 穆斯林都可以到这个空间 方便他们祷告 台湾在交通运输 社会安全与信仰自由等 都表白了对穆斯林的友善与尊重 陆续有多个旅宿与餐厅 提供友善措施与观念 台北市官城局在108年开始 启动这样子的一个穆斯林的景点 跟旅宿业的服务计划 那当然我想 如同我们在这几年下来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 让穆斯林的朋友来到台北市的时候 他们的一些服务 像是祈祷室 静下设施 还有比如说祈祷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毯子等等 对于他们来讲就是 每一天必须都会使用到的 但是对于 许多国家跟城市来讲 其实要固设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并不是相当容易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辅导大概 78家 包括像旅宿啊 景点等等 但是 其实对于 能做的事情还可以非常多 我们希望能够 在台北市 总共大概600家的一个 运宿业者来看 我们希望能够推广到 至少也要到 150家或以上或更多 那我们这三年下来 推动了大概80家 其实 不算太多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努力 那此外 我们在 知名的像景点 像101 像主载101 台北市都做的交通设施 便利地方 像台北车站也是 那 旅馆跟饭店提供 大大认证的食物 那提供给 这些穆斯林的朋友 目的就是希望 让大家感受到 台北市是一个 最多元 最包容友善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也 年度的来举办 开灾节 穆斯林嘉年华 那让穆斯林的朋友 在台北市 能够生活更便利 更舒适 这都是我们台北市政府在 推动穆斯林友善的一个 政策上非常重要的目标 那也希望 这样子的计划成果 我们继续努力 推动到更多地方 那 國境从10月13日解封之后 我也希望 我们许多的旅数业者 已经能够迎接更多的一个 穆斯林的朋友来到台北 那 穆斯林的一个有人口 在全世界是 我想是 首屈一指的 上亿的 上数十亿的一个 穆斯林朋友 都欢迎来到台北市 来做个旅行 这是我们在 政治成果上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成绩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与台北市政府合作 一起参与今年度的 台北市 穆斯林友善武术 以及景点的 这个 辅导的一个计划 那今年呢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全台北市 已经有成龙组成刚提到 有78家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验证 那么其中 不凡有许多过去 我们都认识的 许多好朋友 也都有许多接待的 穆斯林的一些经验 当然 在过去疫情的这三年期间 大家也都非常的辛苦 有许多的旅馆 正如居当所言 他调整为防疫的旅馆 但是我们也发现 在这过程中 有许多来台湾 念书 工作 甚至经商 的路径防疫旅客 他们其实是穆斯林 那么在这段期间内呢 因为隔离非常的长 祷告跟饮食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开心 这次参与的一些旅馆朋友们 他们意识到了 这一个重要性 在辅导的过程中 他们很贴心的 替我们的路适应朋友 每天三餐 准备了哈拉的这个餐点 以及在客房设置了 许多相关的一个设备 那随着我们开放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也期望 接下来呢 今天有许多在场的一些 駐台的一些使馆跟使节 他们出席呢 有机会呢 我们把握这个机会 跟他们多做一些交流 跟介绍 也希望我利用这个机会 向在场的各位使馆代表大使 来说明一下 台北市为了争取 国际穆斯林来台 所做的一个努力 以及业者所准备的一个用心 此外也有许多来台就学的穆斯林 游干而发分享在台经验 感谢就是台北市政府 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景点啊 还有我们的旅选者的努力 比如说呢他提供了很多 就我们提供了很多穆斯林朋友 在饮食跟生活上面的一些便利 跟友善的设施 比如说像今天台北101台北车站 还有像是国际会议中心等等 都有穆斯林专用的一些祈祷式 还有静下的设施 然后所以他让我们这些穆斯林朋友 其实是感觉非常的安心 那所以他觉得他真的是做了一个 很正确的选择来到台北工作或学习 因为他觉得他其实是受到了 很好的对待跟尊重 那所以他也是再次 一直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努力 那也希望其他城市 也可以跟台北市一样 就是提供穆斯林友好的环境 就算他带着头巾 走在台北的街头 发现在这些公共场合呢 也都是觉得很舒服自在的 也不会受到任何的这种歧视 那他觉得台北的教育跟日常 就是教育的环境包含各个大学 然后跟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 给他们的提供了非常好的 穆斯林友善的环境 那包括了当然台北有很多 很好吃的地方 也都有提供这个哈拉夫 认证的食物 包含他自己很喜欢吃的牛肉面 西门丁的牛肉面啊 然后有什么炸鸡大师 他说他的一些穆斯林的好朋友 都是很喜欢吃这些食物 那当然 也希望呢就是他的好朋友 像家人来的时候 他也会觉得说也很放心 如果家人来 visit 他的话呢 在台北的各大饭店 还有包括早餐 都有这个哈拉人家的食物 包括像是刚刚提到喜来 登到万豪这些 他就觉得说 家人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几年就是特别多的印尼学生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跟台大的国际组 这边有合作 包括在疫情的中间 学生呢住宿就是会在特别印尼的需求 是会要求就是他想要事先知道说住房的方位 那这个在过去我们其实还蛮伤脑筋 就是不知道这些要求 那他们特别也会在就是来台湾之前搜索就是 就是有没有素食餐厅 那因为在公馆这边其实他 其实算是还蛮多元 就是还蛮算蛮国际化的 在譬如说水源市场 他就会有双羽的menu 然后在路上其实还蛮容易看到 就是有穆斯林穿着的学生 然后特别今年我收到的资讯就是台科大 他光印尼籍的学生就有一千位 然后所以这个市场是非常大 不过就是说在建制上面 其实我们一开始会觉得说 会花非常多的钱 然后刚好那个观传局 这边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我们在过去已经 已经大概知道就是说 穆斯林他的这个人口会非常多 那只是穆斯林来台湾最担心的就是说 每一种食物可能都含有猪肉 所以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是先介绍了素食餐厅 然后我在想就是除了我们旅树 这次拿到认证之后 我们可能还要再更深入的了解 也就是说在穆斯林在饮食上面 要注意的事情 然后介绍这周边的环境 给这些穆斯林的学生 看好穆斯林潜在19亿人口的商机 观传局2019年起积极推动 穆斯林友善环境计划 协助台北市景店及旅宿业者 做好宗教生活必需的饮食 及祈祷需求的相关设备 今年福岛两处景店及13家旅馆 四年来也已福岛78家 期盼穆斯林朋友可以感受 台湾的多元友善包容性 感受便利的观光生活体验 Welcome to Taipei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导 既新移民首作班广受好评 松山区公所再度与玉达高中 携手举办新移民烹饪班课程 学员们化身魔法厨师 跟着老师的步骤 料理出台式家常菜 和各种烘焙点心 满足家人的味蕾 也提升家庭情感 好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手风披萨 手风披萨呢 这个皮的部分呢 其实你要做薄片或厚片 就是用自己去利用 那你要薄片的话 你的面团量可以少一点 然后赶开立刻放完料 我就立刻进去烤 学员们在课堂上 专注聆听老师讲解 披萨的制作过程 接着跟着步骤进行操作 有的负责切菜备料 有的负责搅拌面团 最后一片片料多味美的披萨 就完成了 松山区公所再度与台北市 玉达高级中学洗手合作 在学校专业餐饮教室 举办烹饪课 课程规划中餐与烘焙两部分 其中烘焙点心 由李静怡老师规划 制作披萨蛋黄酥 酸味司康和咖啡蛋糕卷等 学员们如同魔法师般 辨出一道道美味的点心料理 都觉得相当有成就感 大家好我们是新一鸣的一鸣姐妹 欢迎大家帮您的课程 松山去工作 谢谢老师也特别谢谢玉达的 所有的工作伙伴 帮大家上了一个这么棒的课程 这个课程棒棒 我一来的时候就闻到好香的味道 我想松山这几年都跟玉达开设了 各式各样的新一鸣的课程 都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爱 那也希望呢 之后呢如果遇到这边有任何的课程呢 也欢迎大家甲后到手 互相的通报 那我们都可以在这边一起学习成长 谢谢大家 结业典礼中区长游竹萍 除了对学员们的精巧厨艺 以及热忱的学习精神 给予高度的肯定 也期盼透过课程 增进新一名朋友的互相合作 帮助他们融入台湾社会 并鼓励新一名朋友们 参加政府开办的各种活动与课程 促进文化交流 中赛区新一名 欲罢公正方赞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股市从年初18000高点一路下滑 加上物价指数持续上涨 让不少上班族苦恼 资产缩水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六成五的上班族 六成五的上班族 你竟然可以存 一直以来都是一直存款 就肯定存 跟活存 这样子而已 对 那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存款 不是其他的投资方式 基金外币外汇这样子 但我们进一步来看 其实只有六成五的上班族 有储蓄的习惯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剩下的三成五都没有办法 有余裕可以储蓄 那也显见说 其实薪资缓慢的成长 追不上物价通膨的速度 所以也让这个上班族 会觉得捉襟见肘 没有余裕可以做投资理财 上班族投资理财最怕遇到的状况 第一个当然还是失业 没有中断了收入的来源 因为大多数的人 都是透过正值的收入来源 来做额外的投资 所以假设说 不小心遇到了失业的情况 很担心这个投资的本金就不见了 那么其次的话 也会担心说 投资的机构破产了 像过去的雷曼兄弟一样 那可能资产在一期之间 就会化为乌有 那也担心说 买的股票突然暴跌 或者是招人诈骗 这些都是上班族 比较担心的 遇到的投资的陷阱 存款人 存在每一家 同一家金融机构的存款 300万元的部分 平均有98.1 是受到300万元以内的保障 也就是说 大概才1.8和1.9的人 大概会超过300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假设存款人 其实也没有必要特别去 分散存款 如果你的存款在300万以下 其实同一家金融机构存就可以了 如果你超过300万 你也可以看看 分散到不同金融机构 如果其实你只要相信政府 平常也会做风险控管的工作的话 其实放在同一家银行 随时注意一下 那如果有风吹草动 你再来 再行动都还来得及 所以 所以所谓98.1是 平均98.1的存款 都快才300万以下 所以都完全受到保障 包括本金利息 包括外并 都受到保障 调查也发现 高达四成八的上班族 拥有正值工作以外的第二收入 其中五成八收入来源 是兼职打工 而另外四成 则是拥有投资获利 带来的被动收入 到底上班族 想要有第二份收入的 原因是什么呢 那最重要的目的 当然还是要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我相信一半的民众 都是为了这个原因 再来就是现在的人 越来越长寿了 我们退休的时间 可能会很长 可能20年30年 所以要提早的为退休做准备 那也有人希望可以财富自由 或者是财富增值 那理财说 最怕遇到什么呢 最怕遇到的状况就是 你的第一份本金 也就是你的正值收入 失业了 那导致你的收入中断 这是投资人最害怕的 还有就是你投资的 机构破产了 血本无归 或者是你买的股票暴跌 那最后是招人诈骗 这些都是上班族最担心的 好 我们进一步来询问 储蓄的状况究竟如何呢 那发现有三成五的上班族 是完全没有储蓄的 那这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薪资扣掉生活费之后 完全没有余裕了 无法进行任何的储蓄和投资 那反观呢 有六成五的上班族 是有储蓄的习惯的 那储蓄的金额 平均会落在将近是一万两千元 那到底多少钱才算是有钱人呢 我们调查发现呢 有百分之二十六的上班族认为 你至少要有一千万的流动资金 才算是有钱人 那也有百分之四点八认为说 只要有十万元就是有钱人了 好我们整体来看平均 平均上班族是认为 你要有四百七十四万 而且是可以流动的 即时流动可运用的资金 才能算得上是有钱人 调查也发现 上班族认为 拥有四百七十四万元的流动资金 就可以称得上是有钱人 而八成六的上班族 在存款超过三百万元时 就会选择分散风险 将钱存在不同的金融机构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好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再来看这个流感疫情 因政府评估他们是护士单单 11月1号开始就开放了第二阶段的50岁以上 符合资格的民众施打公费流感疫苗 为在七度的阳明海运公司 响应政府相关疫苗施打政策 特地申请七度卫生所派专人到公司 为员工们施打流感疫苗 阳明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真茂带头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由于政府评估流感疫情虎视单单 为在七度的阳明海运公司 响应政府相关疫苗施打政策 特地申请七度卫生所派医生 护理长以及护理师到公司为员工们 评估施打流感疫苗 由董事长带头全公司大约700多位员工 其中符合资格的百位员工排队 陆续接种疫苗 我们阳明海运非常关心员工的健康 所以在COVID期间 我们除了这个居家上班 然后分T3上班 然后也鼓励同仁来施打疫苗 所以我们现在打三剂的比例 超过92%以上 但是在这段期间 尤其现在冬天慢慢到了 那我们也提醒同仁 就是说除了COVID之外 流感现在也即将来临 所以我们今天配合政府政策 在七度卫生所 也非常派人到我们公司来施打 所以我们鼓励今天 全公司的同仁都来施打 七度区卫生所表示 11月1号开始 开放第二阶段50岁以上 符合资格民众施打公费流感疫苗 提醒符合资格的民众 可以到相关医疗院所 以及卫生所接种流感疫苗 另外由于七度区大型企业公司 林立 因此可以向七度卫生所 申请集体接种流感疫苗 11月1号开始 已经开放第二波50岁以上 流感疫苗施打 如果说只要符合50岁以上的民众 都可以到卫生所或各合院院所施打 那因为七度区的公司比较多 所以只要符合人数够的话 也可以跟卫生所接抢 我们也可以安排 请医生进去施打 不只流感疫苗 这三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阳明海运同样鼓励员工 踊跃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保护自己和家人 也保护同事和公司 形成保护网 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受到台风及东北季风 共伴效应的影响 基隆市这几天的豪大雨 袭击的七度区东新街 及大华一路 造成土石崩落交通受阻 受到台风以及东北季风 共伴效应影响 基隆市下起豪大雨 袭击七度区东新街 以及大华一路 造成土石崩落交通一度受阻 黑风及肺炎疫苗 坐这几天 我在林高宁 如果是你的特殊 立即原本 我当北季风 当北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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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几天的 还有通知我们的相关单位 尽速先来这边处理 昆明 跟我们这边的亲民 在这边聊点一些状况 希望大家出力要小心 出力要小心 由于还有间歇性的风雨 加上土石含水量饱和 风落的情况还有可能再发生 提醒用路人要特别提高警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可爱的小朋友 七度有一间著名的幼儿园 举办了万圣节的活动 小朋友除了前往警察局 第三分局要糖果外 也前往七度庆祭宫跟妈祖要糖果 并在庙前载个载物 另类的宗教交流 让小朋友和家长都很开心 各式各样打扮可爱的小朋友 在七度区中心信仰中心 庆祭宫妈祖庙城前唱歌跳舞 不过不是庆祝妈祖生日 而是庆祝西洋万圣节 七度著名的小巷幼儿园 举办万圣节活动 打扮可爱的小朋友 不但到警察局第三分局要糖果 也特地到七度庆祭宫跟妈祖要糖果 当然最后是由庙方人员发送糖果 并且让小朋友在庙城前 载歌载舞庆祝万圣节 而这另类的宗教交流 让小朋友和家长都很开心 机动市议员杨秀玉 也应邀参加这场快乐的万圣节活动 也不忘趁机机会教育 提醒小朋友在外面要注意安全 不要有人给糖果 就随意跟陌生人走 会人啊 你们要注意啊 要跟你叫糖果要带你走 要不要 因为有会人 那你应该要跟我一起走 你要不要去 不行 对不对 那你们会不会被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 对 一定要把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记起来 是 因为我们走失 对 如果万一你们跟爸爸妈妈出门 万一爸爸妈妈怎么突然间不见了 一定要站在原地 要在原地 然后自己就是要找爸爸妈妈 不能随便跟陌生人一起走 知不知道 知道 这个很重要哦 一定要记得哦 祝大家万圣节快乐哦 禁忌公方面也不介意幼儿园 万圣节活动到庙里要糖果 也希望小朋友从小建立 信仰自由 互相尊重宗教信仰的观念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待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一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士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